首先非常谢谢主席今天安排这样子的一个法案的来协调 事实上对于原住民族来说 现在有一个非常大的现象就是在平地这个选出来的议员 那么现在因为基于人口不断的这样子从原乡原住民乡 然后到了这个平地以后呢 可是在法条上没有相对的减少这个字或者是修正字 因为在法条上面的第33条呢 还是说以平地原住民选出议员 可是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我现在手上有一个数字 整个94年9月各区人口数的统计表 那么这个统计表上面写得非常的清楚 就是说在原住民地区到这个都会区里面的人口 平地大概我们就以中区来算的话 平地原住民大概是有22个 那么三地原住民55个 所以依照这样的人口比例来说 我们可以看到三地原住民事实上大量的已经在平地的都会区里头 可是我们可以看到三地原住民的这样子的选举人口 并不能投票给平地原住民 那么也就是三地原住民的人 他也没有办法因为这个条文的没有修正 他就没有办法参选议员 所以以至于在平地都会区里头呢 有非常多的三地原住民族的人口并没有受到保障 那所以我们呢 吴蒙呢就在这边提出 我们必须要修正第三十三条 就是把那个平地那个部分拿掉 把平地原住民跟三地原住民这样子的一个名词把它拿掉了之后呢 我们让都会区里面的原住民自己来选出自己应该要有的议员 而不要把它限定在平地原住民 那么另外呢 就是我们还有一个这个建议就是说 这是圆明会的建议就是说 三地乡啊 我们还是以三地乡原住 三地原住民乡以为主 那么因为呢 现在这个这样子把它修正的话 也就是说 在三地的部落里头的这个这个这个选区呢 因为我们现在原住民族大概有25个平地乡 33个这个三地乡 所以如果说我们把这个分裂的列起来的话 对于这个三地乡里面的乡长来选出来 它可能是比较有保障一点 所以呢 我们在第三十三条的时候 建议就把平地跟三地把它拿掉 然后第五十七条的时候 把它加进三地原住民乡的乡长 是以原住民族为限 这个部分 我想呢 这个部分应该没有非常大的争议 只是呢 希望就是我们把法条定的更清楚 然后至少在都会区里头的三地原住民的这个权益 一定要被守到保障 谢谢